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障碍还是来自于你心里面 永远来自于你自己 所有的东西走到地上障碍 障碍主要在自己 不要从外在找 不要说外边有个障碍了你 心里边有些东西有数值 你在分别 分别内外啊 分别勾进啊 分别这些东西 一起心动念 就有障碍了 对啊 你起心动念 内外是一如的 你心里边有那个障碍了 你就偏偏老遇到这一类的障碍 老在这一块就纠结了 而且很容易遇到这一块的园啊 好多东西你要突破啊 比如说你心里老是 就是在某一个层面 你觉得要什么不要什么 就是这障碍说 一般一般有时候在外边 老是碰到你怕的这些园 这一类型 那个时候你就要先从内心放弃一些东西 就是先断绝放弃一些东西 才能突破 就是有一些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老是在这里边打转 很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 说明里边呢 你已经不能够再想了一下 就是说你不能在红尘里边 别做这些 就像别吃瓜子 想把这个瓜子空掉 你还做不到 就是说这个时候做不到 你就说我 我就出去一天 我就不吃这个瓜子 就是先断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不要了 比如说你很想 渴望个什么东西 你很渴望 然后先从断开始 就是因为你憋斥 实在是不行的话 你空不掉的话 你就先把它放在一边 先断 你断了 断然后呢去旁观 旁观绝造自己的其心动念 一段时间你就走过来 断的目的不是让你真的是把它的 因为一切如梦白泡影 你有什么可断 断的目的是 让你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法门来的 不是让你去说真的去断 是通过这个断 这个方法来达到一个把它关控的纠结 就是解脱 就是从这个瓜子这个像里面解脱出来 那么当你解脱出来的时候 你再拿过来再吃 就没问题了 就好像就吃个不吃一个呀 但是有些东西 如果你能够别吃别解脱也行 没问题 但是有些障碍是别吃别解脱不了的 就是甚至你说 我就压根儿没吃那个瓜子 我也一直没从这个瓜子的下来解脱 但是你有渴求 就是我渴求吃这个瓜子 也是个障碍 渴求要或者不要 经常纠结 经常渴望 那这个渴求怎么办 未来心嘛 安住当下 活在当下 你能够把心安定在当下 过去未来都在这一点上嘛 因为一切都已经约绝 都已经在你那儿了 其实你渴求是一种缺陷 缺失感 如果一个人渴求一些事情 一个人的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是你觉得自己缺 你缺失这部分嘛 甚至谈料或者什么 你是觉得你缺嘛 是吧 你缺失 男的说缺个女孩子 女的说缺失个另一半 或者缺失异性 就缺失一个 你就觉得缺失 不管是同性异性 你就觉得缺失 这个缺失是一个错觉 这个缺失不是圆绝来的 它是个错觉 修正是最终圆绝 你不缺 你没有东西缺 这缺失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有我 因为有自我在那 自我是个小小的个体 自我是个分离状态 跟宇宙 从宇宙之中 从宇宙之中分离出来 你独立出来 比如说 我坐这儿看得开 我得个动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它跟虚空是连成一起 就是说它是个虚空没有分开的 就是外面这个空像 包括它是得开 这两个像 这是一不是二 你看 但你的眼睛看过去是 这边是什么也没有了 得开是得开 就是得开变成有 得开旁边这个空间变成无 你是由二元对立来看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看到所有的像虚妄的时候 你看过去 这个虚空是有 这个虚空不是我 就是得开的周围是有 不是说有东西 就是这个虚空也是个有的东西 得开也是个有 得开等于是在虚空的背景上 雕刻出来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像 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 这也是一个角度 这不是跟你说的 约绝节 但是对你 你看过去就是 得开周围是没东西的 对 你是由二元对的 看了吗 但是我从约绝节的角度 得开周围是有东西的 这个有就是 得开就变成了一个 它的所有的虚空变成了一个背景 就像你们雕刻啊 或者画画 它就是画布 得开是画上去的 是不是 那么 那么如果得开是一个 有思想的人 就是这个画布上 得开是个活的 它有一个自我的概念 那么它就从我的画布里别分离出来了 它就出了个个体 这个个体是缺失的 你知道 如果它没有我 那么它就在整个这个 宇宙这个画布上 假如说比如说 它是个没有我的像 那么我们一切都在它的画布上 我们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人 它就没缺失感 就是没有分离感 跟宇宙 不管它走到任何地方 它都在这个宇宙的画布上 它能离开虚空吗 就是就算是把这个虚空 当成二月对立 它移动的 也是在虚无的东西间移动啊 它移动到哪 我们都在画布上 我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是个画 就像一个这样子 就是说你看见我后面这是虚无的 但是这个虚无是个像来的 这是个有啊 这在你头脑的不是个我 你把它定义成无是错的 我在这个虚无里面 我在这个虚无里面 我是个虚无的像 我是一个这样的像 这个虚空是这样的一个像 两个像而已 我们在一起 大家都是 这两个像没什么区别 我和这个虚无 没什么区别 只是在你头脑里 吸头里两个 找的你认为不一样的像 我们是没有分离过的 没有人跟人分离过 宇宙之间没有万物跟你一起 没有分离过 从没有分离过 而且我说的还是个平面 因为你只是呢 宇宙是个立起的 所以角度的我们 我们一直在这个 球体里面 比如把它作为球 是一个有光的球 我们一直都在这儿 宇宙的美丽 非常非常都在那儿 没有东西在你的 跟你的自信分离过 你的自信就像一个球 而你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包括这个虚无 包括这个有的 是这样 你没有跟任何东西分离过 所以你是圆满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分离感 你就没有缺失 你就没有缺失 你就不再有渴望 当你有渴望的时候 你一定是有风靡 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宇宙隔离了 你才渴求弥补 渴求一个东西弥补 如果你回到本源 你就不再有渴求 因为你跟万物在一起 你跟你所爱的 不爱的都在一起 你跟这个世界的美丽非诚 都在你那儿 所以你就满足了嘛 你就不会 从身心 每个细胞都是那样的 所以你就不再有所求心 不再有不再可求 你就从一个个体的一滴水 回到了圆头 回到了生命的圆头 就那样 不再风铃 就知道这一点就传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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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